情慾化 挑戰電視尺度 人情在入蟲籠 播機週一至週四 每晚八點 情慾首播 真的太恐怖 這個人呢 這個小朋友 小六仙 網咖玩一玩 竟然人就不見了 原來被掳人勒贖 這歹徒呢 也可以拿到免費天壁為理哦 就這樣掳走這一位 才國小六年級的男童 這個男童被綁架的時候 還想趁機落跑 不過最後呢 又被歹徒抓回來 後來歹徒要求家屬要付贖金 警方呢 是趁交付贖金的時候 成功收網抓人 那小孩子走過去 那小孩子 等一下他去 那個超商買一瓶 奶油 水在那個地方等那個 飯錢 中午十二點 小男童跟穿著綠色上衣男子 相約嫌犯住處 卻因此遭到綁架 下午六點多 趁著嫌犯出門買晚餐 小男童急緊掙脫 只見他找不到出路 神情慌張 趕緊安了電梯下樓 跑出了大門 卻剛好碰到 騎著機車回來的嫌犯 嫌犯連安全帽都來不及拿下 就將小男童壓制角落 男童不斷掙扎 還是被一把爆氣拉回樓上 他全身被板被膠帶捆板 還有嘴巴被膠帶門主 因為盜領女友賬戶十萬塊 還不出來才因此引起歹念 欺騙在網咖認識的小男童 要給他虛擬寶物 借機擬人勒俗 他把被害者騙到他的租屋處 然後恐嚇擬人勒俗 十萬塊 那我們跟被害者的父母 取得了聯繫以後 成立了專案小組 然後跟被害者周旋 跟那個刑犯周旋 順利的征破了這個案子 還好警方趁著交付署款逮人 到住處把小男童救出 結束這場綁架勒索驚魂 中新聞蔡強剛林柏瑜台北報導